Yo! What's up? It's Risa Pop啦! 前面好像我們提林欣霞、鍾楚洪瀉、王菲 這些人的付出都會讓人有期待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期待 第一他要有個性、他要有實力、他要有外型 而且他們基本上三個人都保養得很好 如果你保持得不好 大家對你的幻想就會... 沒有什麼多大的期待了 我覺得是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現在歌壇沒有人的聲音能跟他比美的 就好像鄧麗君從來沒有第二個鄧麗君 那王菲就翻車鄧麗君 從來沒有第二個王菲 所以他就是太獨特了 我真的很想看到 我們都是他的粉絲 對,我是他的粉絲 關你什麼事 關了什麼事對不對 我是你的粉絲 我相信很多人會期待王菲的專輯 可是他的電影來說可能大家覺得可有可無 不是的 這個電影的話要看他拍什麼 以前他跟王家衛比較多 所以拍的感覺好像比較虛無妙妙 對,虛無妙妙的感覺 可能這次他可以有一種很實力的演出呢 內心系的演出呢 可能演母親呢 因為是母親,為什麼復竹 王菲不一定要演母親 我覺得就是很可貴 就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有兩個女兒 那個親子的那個互動 我還是比較喜歡他飄忽 還是要有一個很有個性的時代女性 對 古裝戲我就不期待了 對,我覺得他演古裝戲會不深好看 時代女性 然後看看他的故事要怎麼發生 我是比較想聽他的歌聲 真的,我真的很懷念他的歌聲 他可以唱那個電影的主題曲 王菲,快點快點付出 你聽說這個王菲,其實他最近有拍這個洗髮水廣告 所以他可能也會有其他的付出的計畫 像學會演唱啊,出新專輯 你會期待嗎? 王菲啊,不懂耶 王菲不是你的年代了 是我的年代,不過對他沒有什麼感覺啦 王菲對他比較沒有什麼印象 比較陌生 對 是你的偶像 對 你也不管啦 對 你會期待他接下來會出新的專輯 或是有巡迴演唱之類的嗎? 王菲會比較期待吧 因為他的歌聲 嗯 期待,期待 他生產了過後他就吸引了一段時間 消失了一段時間 現在他又在拍廣告 那你會期待他接下來有新的電影 新的那個專輯嗎? 我看,專輯啊 專輯 所以你會希望他在唱歌啊 嗯 電影的話呢? 電影,很少看他拍電影耶 這個王菲他唱歌蠻好的 應該是要出專輯啦 所以他應該出專輯 拍電影呢? 拍電影啊 拍電影我倒是很少看到他的電影 所以那個還好 比較希望看到他演出 就是演戲還是唱歌 唱歌 所以你還會再買他的專輯啦 只要有新的專輯的話 會 那只要他現在付出的話 你覺得他會像以前一樣紅嗎? 嗯 應該 沒有會了啦 為什麼用到了嗎? 年輕的觀眾也許會不熟悉 因為現在畢竟有新的偶像嘛 他會像以前那樣紅嗎? 假如他付出的話 應該是會吧 因為他都有一種standard在那邊 應該會 為什麼呢? 他支持者蠻多的 就包括你自己啦 對 你的朋友當中有沒有很多是王菲的fans? 應該有 男生比較多還是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多 好 好